蘋果調查 自由行陸客最怕黑牌車 台灣開放陸客自由行兩年 累計已突破四十萬人 今年到五月底已經超過十八萬人 幾乎和去年總人數相當 日前又開放大陸十三城市 賞機龐大 只不過台灣準備好了嗎 蘋果日前自日月潭、阿里山、墾丁、花蓮、九份等熱門經典調查 發現自由行陸客多為中國一線城市 三十歲以下年輕族群 最困擾他們的是 交通不太方便 交通不太方便 對 因為是很方便 怎麼說 就是可能台灣的命中就是駕有比較多百 那台鐵士比較不方便 買票的時候很難找到那個時刻秒 有不少自由行陸客選擇搭計程車 機場車也有的 就帶出拼車自己 搭計程車 對 就是在路上可能碰到 同樣是大陸過來的遊客嘛 然後就是就是碰到最後 然後就說那我們三四個人 就是一直到下一個地方 也因此每當路客不出車站 大批計程車、租賃車司機 便蜂擁上前招攬生意 滿天寒假 若租黑牌車人身安全也潛藏危機 有女路客PO文 指在網路上評價頗高的 花蓮包車業者阿勇 行程結束時居然邀他一夜勤 甚至熊豹 事件曝光後引發對岸網友熱烈討論 蘋果實測也發現 阿勇確實對年輕美貌的女路客 特別殷勤 不過他解釋 當時熊豹求歡只是想找個女友 對於黑牌包車亂象 學者建議政府可以制定標章 讓合格認證的業者 在車體上張貼 維護遊客權益 眾新聞綜合報導